這幅就是蠻浪漫的 他是用水彩染出來的 外加上色介紹這些拍出來 電欄的作品 這次海口故事處 跟卓碧會 洪雲雲 兩位外加學組 基本水彩圍 油圍 油毛圍 丁丁創作的電欄 給鄉親一篇就能享受很多風景的作品 我都畫的是人物畫 然後我就是想要透過一些色彩的交融 然後創達出他們內心的想法這樣子 然後就是因為馬蒂絲是野獸派 然後他的作品的風格 都是比較強烈色彩這樣子 然後透過這些紙張 有顏色的紙張 然後在一張空白的紙上 然後拼出自己內心的世界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有聽到 卓老師跟洪老師的那種馬蹄絲畫 採拼貼啦 很多鄉親的黨來這裡 大家參與簡化 簡貼 然後還有參觀老師的作品 卓碧會 洪雲雲 兩位畫家其實是馬鹽 他們的作品的風格都沒有三天 有人喜歡畫人物 有人喜歡用色彩表達心態的感受 其中要用油毛畫出來的畫 可以說是非常特別 因為就要讓民眾更了解色彩運用 也準備家座創作的體驗 讓大家發揮創意 羊毛畫嘛 還有粉彩畫 有油畫 有水彩畫 那剛剛說的羊毛沾畫 是我的畫作當中的其中的衣服 顏色其實更進入我們的心靈 每一個人看到顏色都會 反映到一些情緒的感受 只有這樣一個色彩的表達 可以更美化我們的周遭生活 然後我是洪老師的高中同學 就是很開心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辦成展覽 然後他們的作品都很漂亮 看得讓人心情很放鬆 就是很隨意的剪 然後按照當下的心情去貼 貼在紙上 沒有特別要做什麼 但是就是覺得讓人很放鬆 然後這作品最後完成 我也很喜歡 這家電郎從3月3號到3月28號 豐富的創作力量 等台鄉親親自來體驗 感受豐富的精彩作品 打過電郎 也住在大洗夜市風氣 既家庭貴族差不多